無論是商業活動、牽涉到城市規 大家是沒有一個公共的概念 計算那條數,連賣地的成本都是加了0.3% 你老母當然是拆了,50萬 最荒謬的地方是甚麼呢? 你先講講你的看法 第一,四合縣、胡同是中國很需要保留 因為這是來自元代,追溯到元朝甚至明清那些都有少少分別 元朝那一隻就是六部差不多9.3米那些 就叫做胡同四合縣 我都不講了 中國一向對文化都是摧毀 用殘體字代繁體字 用拼音代替漢字 打擊基督教 用共產黨來管理宗教 反恐、反語、忠孝人義、反道德思想 反對人們穿旗袍、反對人們穿長袍 以反封建、反資產來反中國的文化 一向都是中共的得色 說到尾就是唯一件事 唯兩件事 第一,宣傳所謂馬列祂祂祀主義 第二,錢 以前是馬列祂祀主義 現在又錢 就是這樣 還有這個最諷刺的就是梁思成的舊居,除了他自己是一個很出名的建築師,他也是北京的規劃處,亦提出很多建議保護北京的舊城區 所以這次拆了幾個房子,長貞義很大,以及文化的反響很大 當然,比起上次大連初一報吉賊,大家是連初一報吉賊的商場離譜,整個拆了很多 但梁思成的價值和意義是不同的 第一,那件事不是發生在深圳報吉,而不是在深圳報吉,深圳報吉是無法無天的 我不是覺得那件事可以接受,但我可以理解,我能夠想像,我能夠想像到 但是,發生在北京,梁思成的故居,作為梁思成,中國著名的建築家,也是一個建築史學家 他除了建築上有成就,對於研究中國古建築,亦是很有貢獻 另外,他可以和呂賢寺、楊廷寶等,合稱建築五宗師 對於北京最大的貢獻是什麼呢? 大家知道北京城,剛才Solo說了,他是保育先鋒 他保留北京城的很多古貌,最主要保留什麼呢? 他當年民國的時候,最主要保留的就是城牆 你知道現在我們去參觀紫禁城,看到的那些前門,大家前面有城牆 其實還有很多重的城牆,他一直都主要保留這些城牆 如果成功保留的話,最後失敗了,城牆都拆掉了 如果成功保留到,而奠基於原本的城牆設計去規劃的話 就會令北京成為保存得最好的古城建設 又融合到現代化的一些東西 現在保留不到,但也保留到一個很重要的東西 就是北京城現在的設計,最主要就是奠基於中軸線的設計 那條中軸線就是由永安門一路堆出去,堆到這個... 逐個門說,真的說不到 讓我看看 由北往南講起,由中樓,古樓,萬寧橋,地安門,然後到景山,神武門 然後這些就進去了古宮博物館 以前四合院的中軸線也是這樣 四合院是在旁邊的 四合院本身的設計也是一個小的京城 就是小小的京城 即是他自己的四合院本身有一個中軸線,分開它 然後就是東西規劃 北京整個城都是這樣,也是一條中軸線間開它 然後就是東西規劃 那條中軸線就穿過了不同的門 從中樓開始,到地安門,貫穿到現在我們的古宮博物館 去到乾陵宮,乾清宮 然後再出到五門,端門,天安門 然後再出到外面 然後又由永定門,去到天壇 這些東西全部是可以一條中軸線貫穿的 而就算保留的價值,令到這條中軸線貫穿 然後再將民間的平房,由東西兩邊平衡發展 整個城就是一個很平衡的建築規劃的圖案 那是發展到現代現在的北京城,都是按照中軸線體系而規劃的 最新近的就是發展北京奧運會 北京奧運會就不斷地奠基於古城的中軸線,再往北延長 然後在那裏就有了奧運村 然後那裏也是按照中軸線,去到北神路 北神路就是由天安門的中軸線,是成一直線的 而去到那裏,東西兩邊的規劃是什麽呢 一邊規劃了鳥巢,另一邊規劃了水立方 一邊是圓的,一邊是方的 東西分格,就是所謂的天圓地方的格局 去到現代建築,當然是艾美美的 艾美美當然有了解古代建築文化從而 就在現代再加以發展 你看到整個規劃,到了今時今日 北京城其實不算空氣污染,北京城其實是壯麗 到現在還能保存到很大的功勞 就是要歸功於梁思成 這麽多年來,他不斷爭取要求,去保留這個原貌 雖然有很多東西已經保留不到,但是 有今時今日這個壯麗的景象 都是很多人有功勞,梁思成是其中一個 但是這麽有功勞的人,那裏都是賊倫的 即是方舟貿到無倫這件事 之前曹曹雪芹的社入院,康又偉的社入院都說 盧信那些 盧信就不是北京,何況你梁思成 因為中共北京要保留一件事就夠了 就是毛澤東那條絲 給全國人13人去打飛機 幾千萬個共產黨員去打飛機就夠了 然後現在前門大街又搞到不知所謂,又整個電車在這裏 無端之所有地方都變了暴行 這個世界只需要商場和暴行街 這個就是,我自己覺得很吃驚 當然有些網友會覺得 不是,那次暴行街更離譜了 或者其他很多千賊,比起這件事更離譜 但在文化價值上,以及在發生的位置來說 我真的徹底地覺得是無法無天的 沒有文化的概念,沒有歷史的概念 沒有管治的概念 已經是定性了,不可以拆他就是要拆 給50萬的蠔給你就拆 基本上是甚麼都沒有 沒有管治,沒有文化,沒有歷史這個地方 有法,有天,有文化,有歷史 就不是中共的腳統治 那就對了,那就說得對 所以我們去到這個環節,最後我們的結論 都是跟法輪功一樣 就是天滅中共 休息一會 三十人魂各行專業人士坐鎮 不是人魂亦魂 逢星期四晚上八點,三十人魂 主持黃嬌陽 香港人網,這麼說,嗜好聽 靚煲王促身推出赤板屯骨煲 鮮辣新口味,很特別 除了正宗澳門豬骨煲和靚煲王 她的新鮮手切肥牛和專門搜羅的優質新鮮生料 亦都遠近馳名 靚煲王,還是衛生署認證的有型食肆 嘗一嘗靚煲之尾 即打23990812 或上www.23990812.com 我有個問題,困擾中了很多年 Tina說她有答案 各位聽眾,有沒有留意到自己冬天 是有靚仔座或者靚女座的 這件事我從小學的時候已經留意到 因為冷縮熱漲的關係 在冬天的時候,毛孔會收縮 自然地皮膚看上去會白一點和滑一點 還有輪廓會收緊 啊?如果我相信Tina 我是不是有很多個問題呢? 星期一至四晚十點 五個一夜情,早就甘愛 不要有怕,翻本兄弟撐你 多馬虎貼士兼地 雙早日翻身,交給我們啦 香港人網財經節目,翻本兄弟 逢星期四,晚上十一點半 土仔大翻身 孔子金句,宣揚傳統儒家文化精神 今天的孔子金句是 君子有三戒 君子有三戒是出自論語貴士第十六 孔子認為在人生的不同階段都有不同的律戒 少年要戒之在色 色字頭上一把刀,年輕人血氣方剛 控制得不好就好易惹禍 壯年要戒之在鬥 即是避免與人爭鬥,遼是鬥非 其實每日報紙上看到的不幸事件 不少都是一時意氣所致 至於老年,就要戒之在得 意思即是要戒除貪念 萬般帶不走,在人生的黃昏 貪念是深魔多於一切 記住以上三戒,在個人修養方面 會有一定的幫助 孔子金句是由郭兆明博士贊助播出 靚煲王速新推出赤板豚骨煲 鮮辣新口味,很特別 除了正宗澳門豬骨煲和靚煲王 他的新鮮手切肥牛 和專門搜羅的優質新鮮生料 亦都遠近馳名 靚煲王還是衛生署認證的有型食肆 嘗一嘗靚煲之尾 即打2399-0812 或嘗 www.2399-0812.com 每一日都有人在貧工線上掙扎 我姓張的,月入九千元 我是單親人士,一個人帶著女兒 住在湯,其實我也有做過其他事 即之前我就找過社工 不好意思 社工說,除非我不做份工 社署才可以幫到我 即意思就是 你必須拿綜援,我們政府才可以幫到你 如果你是做份工的話 現在我自己政府是幫不到的 老生常談,好人有好報 或者老生和達公貴人一樣 都是放話連篇 師長說,這份施政報告是幫了所有的人 但是我們這一班其實不止我一個 好像我這樣情況的人 其實我估計起碼都三、四十萬個 但是是不是我們這一班人 就不屬於你們香港政府的居民 不屬於你們香港政府的人 當容祖兒得到至少八萬元的退稅 張小姐一無所有 公平究竟在哪裏 香港人網浩打不平 3月4日打倒不公平 即未來一年的環境會很差 所以幫到大部分的人 意思是否這一年環境轉差 我們這一班人是不會轉差的 我們是可以做到我們要做的事 謝謝你 走走走、聽好 中文字幕提供 南无弥陀 哦南无弥陀 南无弥陀 哦南无弥陀 中文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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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